当我们在拼命买房的时候 日本人正在买墓地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有关于买墓的故事 墓友 千代美是个开朗乐观的人 年近半百身体健康的她 为了将来不给女儿添麻烦 早早的为自己买了一块墓地 女儿对她的行为表示十分不解 也用不着这么早就考虑这些吧 况且老家还有祖传下来的墓地 千代美表示公墓会负责所有她的后事 不需要女儿操心 而且她跟老家的人又不熟 葬在那么远的地方 女儿去看望自己还不方便 就这样这件事定了下来 墓地的位置在一棵樱花树下 围绕着樱花树排列着好几块空墓 千代美对自己将来的家十分满意 一次去查看墓地的时候 她认识了买下隔壁墓的西子 西子有着和千代美几乎同样的遭遇 两人都同样离婚 也都有一个嫁出去的女儿 而且两人死后还要成为邻居 于是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临走的时候天空下起来雨 千代美十分好心地将伞分给西子 西子连忙感谢 千代美说 没关系 我们不是木友吗 像这样 因为要长眠在一起而认识的朋友 就叫做木友 西子听着这两个字表情变得兴奋 这天千代美正在上班 西子突然来感谢她 还带来了自己最爱的油炸小吃作为写礼 千代美觉得有点难为情 但还是十分有礼貌地感谢了西子 西子说不用客气 接着说谁让我们是木友呢 虽然千代美觉得西子有点奇怪 但还是和同事一起分享了她送来的小吃 下班后千代美正准备回家 西子突然出现在半路上 还邀请她一起去吃晚餐 千代美心里奇怪 虽然他们以后要埋在同一棵树下 但也用不着这么热情吧 不过她还是答应了西子的要求 在谈话中千代美得知 西子独自居住在前夫买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平时也没什么朋友 看来这是个孤独的富太太 正巧千代美也是独居 于是两人约定 以后可以互相陪伴 交到新朋友的千代美十分开心 但渐渐的她感觉到西子的不对劲 例如西子穿衣服 要和她穿一样的 经常自我感动的送礼物给千代美 她知道千代美以前喜欢看戏 还专门买了戏票 带千代美去看戏 并且还不让千代美付钱给自己 千代美的公司安排了巴士旅行 西子也跟在后面一起过去 总之她时时刻刻缠着千代美 虽然不悦但千代美不好意思拒绝 而西子也发现千代美虽然和自己一样独居 却和很多同事都是很好的朋友 她的心里有些吃醋 一天呢 两人一起回千代美家 一个骑车的黄毛 差点撞伤千代美 不仅不道歉 还嫌千代美碍事 态度呢十分恶劣 西子看着黄毛表情变得阴暗 第二天千代美向往昌一样回家 发现昨天那个黄毛的自行车被毁了 一想到这个人这么可恶 千代美没太在意地继续往家走 却发现大门是敞开的 她怀疑进了贼 进去一看一个小哥在安装东西 竟是西子叫来帮他安装暖气的 西子说钥匙是从管理员那里要到的 但千代美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 而且她也没有要求西子做这种事 她向同事抱怨 同事建议她 还是将暖气费还给西子比较好 这时西子打来电话邀请她周末去玩 千代美并不想答应 但她又不好意思拒绝 最后是同事说她周末要加班拒绝了西子 现在看来西子确实怪怪的 西子送给她的围巾 她也不敢用了 贪便宜的同事把围巾拿回了自己家 周末千代美找到了西子的住址 才发现西子根本不是住的豪华公寓 而是一栋破旧不堪的老楼 而且西子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女儿 一直是无亲无故的一个人 就在这时千代美接到电话 拿走围巾的同事竟然摔下楼去世了 这时西子又打来电话 邀她明晚去看演出 千代美说同事去世了 西子却毫不在意 原来同事就是她退下楼的 因为她嫉妒其他人 她觉得千代美的朋友只能是她 得知真相的千代美赶紧给牧原打电话 想解除墓地合同 她可不想和这么可怕的人埋在一起 就在她赶去牧原的时候 却被西子半路拦住 千代美一路逃到悬崖边 西子说自己一辈子都没有交到过朋友 现在就让他们一起死去 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当朋友了 千代美说西子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朋友 这句话直接惹怒了西子 也让她伤透了心 西子朝自己捅了一刀 千代美担心的去扶她 谁知西子竟是装的 她一个翻身 将千代美推下了悬崖 自己也一起坠入了深渊 最后俩人一起去世 被葬在了同一棵樱花树下 但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好友 谁都不知道千代美 其实是被西子拽进坟墓的 这个故事来自《世界奇妙物语》 一开始千代美对西子 其实是很有好感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子对她的占有欲 让她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最后才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所以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在相处时 都应该给予彼此一定的空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